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电影生长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生产珍珠的小岛上 这个小岛上科学家通过转移转基因技术获得了巨型珍珠 而就是因为这些实验的成功 让它们也变得大胆起来 想要在人的身上做实验 并把它命名为人类生长项目 它们的想法就是把那些变异的基因虫子注入到人体内中 让人类变得更加强壮健康 但是在实验之后研究却出现了差错 这些变异基因虫子 在整体之后开始大量的繁殖一点都不受控制 而且实验者出现了难以遏制的局面 很多人都因此而死亡 这个项目最终与失败告终 20年之后女主和她弟弟来到这个小岛上 她们两个是之前实验的幸存者 这次回来是为了继承舒适的遗产 看着熟悉的房间勾起了女主的回忆 但是这个房间也充满了诡异的细细 在这个房子里面变异的虫子并没有消失 她们还在肆无忌惮地伤害着这个岛上的人 被虫子感染的人全身上下都会有一些动 但是这些怪种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这些虫子害怕岩水 只要沾上岩水 它们就会化作一滩雪水 另一边女主的弟弟和她的小女朋友 在河边约会的时候 被一个人黑注入了虫子 变异虫子感染了弟弟 弟弟身体开始出现了不一样 刚开始她不停呕吐 但是没想到的是 她睡了一会儿就完全恢复了 变异虫子不仅增强了她的体质 还让她的清觉嗅觉变得一串灵敏 力量也是非常的惊人 但是随着感染啊 弟弟的身体完全被虫子给控制了 她开始袭击路人 而另一边 女主也遭到了黑人的袭击 当男主女弟弟赶到的时候 女主已经被绑了起来 这个时候黑人摘下了帽子 一说才知道原来黑人就是自己的叔叔 他并没有死 而是一场谎言 天哪和弟弟来到这里 叔叔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 变异虫子找到血药 因为女主的母亲20年前就已经研究出来了血药 想要阻止虫子对人类的伤害 但是叔叔最后却杀掉了母亲 现在太阳要杀掉女主 关键时刻 女主挣脱了束缚 瞧着叔叔的头发 泼了一盘岩水 没想到叔叔就化作为了一盘血水 与此同时 整个实验室也盘满了虫子 女主赶紧逃脱实验室 在淘宝的时候 女主为了救一名婴儿 也受到了虫子的袭击 然而这个时候 弟弟已经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女主赶紧坐着船 带着婴儿要离开这个小岛 在船上女主打了一个喷嚏 手上吐出来的全是怪的种子 当她把手伸到了海水 海水侵蚀了她的手 女主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 而女主也终于想起来 母亲临终前告诉 吉耀方在哪里了 就在她的布娃娃里面 这时救援队已经赶了过来 女主为了不让怪虫 继续危害人类 她转身跳下海中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怪虫其实早已经来到了陆地 在一家珠宝店里 一只怪虫 悄悄地从深珠里面破口而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